從臺北來的遊客 順道朝聖一窺近日 被封為豪華莊園的 立為馬文君住家 看一下到底多豪華而已 地上建屋應該 遠比這個租金貴很多 台中特地來這邊看 對 很少的租金 然後屏宿那麼大 Google坐標也遭網友惡搞 埔里馬潛水艇基地 馬文君的潛艦製造基地 歐式木屋備受矚目 那土地上這一處白色遮陽亭呢 馬文君博士綠營 根本沒有增建的玻璃屋 或警衛庭 而是美式賣場 販售可拆卸的戶外儲藏屋 一個6萬多元 網路查證比對 現金要價破10萬 曾有網友說有夠大 到底什麼樣的人 才可以買一組放在庭院 至於周遭環繞的林蔭綠樹 專家透露 午夜搜每顆價值落在數萬到十幾萬 也有臺灣扁駁 臺灣柳樹 浮木 月局等庭院樹 至少有6台冷氣 剛造的停車棚 看起來價值是遠遠不只七萬元 顯然馬文君委員的價值觀恐怕與民眾的觀感大有出入 歐式木屋是馬文君口中老舊建築 僅價值七萬零兩百元 只不過光一座戶外涼亭或裝設的冷氣機 亦或是滿元庭院樹 價值似乎都遠超過歐式木屋 這也難怪民眾只能前來打卡朝聖 相對剝奪感強烈